这个是张靖大师的作品 其实也是早年买的 大概是26年前买的 那时候张靖跟我公公认职的 那个医院的院长是朋友 所以张靖大师就拿了几件作品去医院 那我公公看到这个雕塑 他觉得很有意义 很像台湾早年的时候的那种牛 便手知足 碧露蓝绿的那个时候 很乡土 他很喜欢就跟张靖大师 你看牛拉车那人还帮忙推 你看那个路况多糟 旁边还有这小狗在这里 这小狗啊 这景色就非常的丰富 实在确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怀念 怀念我们早年农村时代 那时候的淳朴 那时候的人轻轻淳朴又打扁 对 他这个是铜雕吗 铜 它是翻的 它是原件应该是木雕 雕完以后再翻成铜雕 铜雕翻成铜雕以后 它就可以不断地去复制 复制嘛 你先复制复制复制 因为木头其实时间久了就会烂 对 木头会烂的 它为了要第一个它可以复制 第二个它要保证久一点 我们过去好像在节目交过 就是我们在看一个雕塑品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写那个编号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这件好像没有 它有没有写出 它没写 因为它既然是翻的 它到底翻多少件 这里有写 这里有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 这么小 是不是有写 看不到 没关系 来 放到一镜看一下 在哪里 有看到吗 这里几厚 放到一镜是有放比较大 但是我有老花眼 你有老花眼 所以来 那我也老花眼 快教授看一下 我也老花眼 这个应该不是 这是它的落款嘛 1991年的 因为之前教授有教我们 他说木雕翻成铜之后 你要看它到底翻几件 艺术市场也是物以稀为贵 是 而且我看这个 同学里好像有分很多 不少的作品 它上面有写1991 这是还有1991的作品 这是它的签名 对 这才签名 这是没写 没写 当时供我卖多少钱 供我卖多少钱 那时候买不贵 大概三万二 三万二 张静 我们等会来谈谈张静族艺术家 我们先来建价 好 这是要保证书是吗 对 保证书 我们也让观众们看一下 这是张静大师的作品 然后附了一件保证书 那保证书上 年代是 它是写1992 有没有写说几件 没有写 然后它的主题是同心协力 对 同心协力大家一起 这样 好 Kipo老师实在是蛮不捧场的 好 来 给我下个音乐 好 我们来建价 教授请建价 八万元 来讲一下张静 张静他是 现在大概也是八十出头了 八十岁了 那他主要雕刻 他是习惯以木头当作它的材料 就是木雕为主 然后他都是雕这些比较早年台湾的 主要是他雕的 很多是自然景观的 另外雕一些人物 但是以自然景观比较 成为他的擅长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其他的作品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作品 这个就比较抽象 就是存在一种造型 一种山水的造型 山石的造型 我下一张 你看看他这个风景 就是他走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 很多人是雕刻 跟我们现在现场看的就不太一样 木头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然后放成铜 当然他会有点点失去掉了 那个味道 你觉得那个细节比较蘑菇了 对 没错一定会 你一发现他一定会跑掉一些的 再看下一件 这是一种造型 他造型的处理能力相当好 所以我们看到造型是非常独特的 有他的艺术的风格 我们看下一张 这也是一个造型的 这是一个风景 这有一些小人物在上面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也是一个风景 石头 所以他的这个自然景观 是他很独特的一个表现手法 我们再看下一张 你可以看到这个自然风景 表现得非常好 再用木雕的这种纹理 可以表现出自然的三十根树木 那种趣味性 而且它的造型 最主要是 其实雕刻 在现代雕刻来讲 很多是取之于造型 而不是你要雕个什么东西 这造型很重要 那个造型给人家看来 就有一种感觉 所以它的造型处理能力 是相当好的 而且那个木头的纹本身也很漂亮 纹路也很美